最初是因為去了馬拉的法國老師 在那個舞台上自己實在 我很記得我第一次上一個禮拜 我哭了三天 一做他第二天就罵到我 他讓我做幾下之後就罵到我 覺得你垃圾都不如 不過雖然入行近20年也拍過不少電視劇 但對於他贏得事後獎項仍然存在不少爭議 近日唐詩詠現身好友陳敏芝的節目擔任訪談嘉賓 他透露原來在拍攝不懂殺叫女人之前 曾經去過馬來西亞跟一個法國老師學演戲 他說這段經歷對於人生來說非常重要 也是他演技大躍進的關鍵所在 這段經歷令到他非常深刻難忘 事關當時出道拍劇已經超過10年的他 最初帶著心理包袱拜師學藝 結果就被法國老師噴到一臉屁 還罵到他連垃圾都不如 令到他非常傷心 不過正所謂嚴師出高徒 唐詩詠感嘆 其實過了你關之後 他就會好好教導 就是這樣學滿出師的唐詩詠 跟著就反趕為不懂殺叫的女人拍攝 最後還憑著Cherry這個角色 贏得人生中第一個事後樹榮 最近他在白色強人耳的表現也相當出色 希望詩詠的發展越來越好 加油